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海二队获得一个团体的冠军 是 那其实我印象当中过去 拿这个球中个人冠军特别重要的 就是因为 它本身含金量很高 其次呢是可以第二年 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比赛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 等于说是获得92年的 个人赛冠军以后的话 93年我就代表中国队参加了 富士通比赛 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比赛很少 在我印象中好像就这一个吧 还有一个是英识碑 英识碑对 英识碑的我但是两年 那个四年一届 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 对 其实我来说能参加世界比赛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对 而且确实是 我们想到很多的这个职业气球 你看那么多 但是能够有机会参加 世界比赛的 其实也是可以数下来的 对 所以能够参加世界比赛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荣耀 是一种对个人的这种成绩的一个肯定 其实呢 还有就是对七手来说 我觉得当你得了个人 就国内的个人冠军以后 你的目标肯定就是国际大赛的 对对 第一个是国际大赛 第二个就是说 后来随着等于说是围棋市场化 和职业化的一个发展吧 等于说是国内的比赛的话 等于也越来越多了嘛 像个人赛冠军的话 等于说是国家官办的 等于说是最重要的是一种荣誉 对对吧 然后一比赛的话 就是说 它是直接一种市场化和职业化的一个进程的话 它是有奖金的 所以说这个比赛 随着慢慢的时间的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发展吧 比赛的话在整个期间的话 比重也越来越大 是刚才你说到这个奖金 我想也确实是这样 我记得我拿到第一笔奖金 特别多当时觉得87年的全约会 然后我们北京队当时获得是全约会亚军 你知道那时候拿了多少钱吗 拿了我记得提委的奖励是840块钱 然后还有赞助商还奖励了600块 所以是1440块钱 那时候觉得很有钱的感觉 是的确是我拿的第一笔奖金 应该是89年的海峡杯 哦海峡杯就福州 对在福州办的 对对在福州办的 那时候是一个有段位限制吧 应该是期段以下吧 然后多少年以下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比赛 那时候奖金的话 等于是冠军奖金1000块钱 那时候89年1000块钱 也顶人家好几个月公分 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对 那个时候等于说是 也是第一笔冠军 那个第一笔奖金吧 也很兴奋吧 然后我想前几天 有一天和朋友还聊起过去的 这个说钱值钱 然后拿到奖金时候的兴奋 你知道我90年 后来拿这个女子名人冠军的时候 奖金是好像1050 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 就是50这样一个数字 是不是有税的关系 我也搞不清楚 然后我就给自己奖励 然后就去买了一件150块钱的毛衣 当时觉得太贵了 太贵了 可是质量特别好 好像十几年以后 依然觉得它非常不错的一件东西 就是那个时候拿到这个奖金 觉得特别兴奋 然后全球个人赛团体赛 我记得好像也就才 也是差不多1000多块钱的奖金吧 那时候有吗 反正我那一届的话 个人赛是没有 但是那个团体赛和个人赛的话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跟你工资挂钩的 就是说你要涨工资的话 其实跟你团体赛和个人赛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国家主办的举办的一个比赛 一切的话特别像运动员的一个工资或津贴的话 它都是根据你的一个级别 比如说你是全国冠军 对吧 一档 全国冠军党 全云会冠军党 什么亚运会 对对 奥运会 然后再往下的话 比如说你全国前三名一档工资 然后前六名一档工资 比如说它是跟那个 跟你的那个取得的成绩的话 是跟你工资挂钩的 那你这个个人冠军 啪一下就上去了 就是成了全国冠军级别的这个工资 工资的话 涨很多 对 立马的话就说你那个劳资出的话 就会给你那个相应的 等于说是提高你的工资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整个体制 对吧 最重要大家还是拿工资 对吧 这个每个月给你涨多少工资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一笔数目 然后就是当这个日本啊 率先举办了世界比赛 就是当然指的是富士通碑 这个比赛举办以后呢 后来随着这个英式碑比赛 就国际比赛增多以后啊 我觉得当时在国家体 那时候还就是国家体委 体委 好像围棋的这个顶尖选手啊 算是有钱的 对对 怎么说呢 在我的理想那个就是 就是记忆里面的话 等于从职业化的角度来说 或者就是说那个 运动项目有奖金的比赛来说的话 围棋的话等于说是一下子等于 在跟别的运动队相比的话 等于说是有奖金了嘛 而且奖金挺高的 挺高的 对居费也很高 是那个时候的话 你说88年的时候 那个饮食碑 40万美元 哇 我觉得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奖金 像现在40万美金的比赛的话 都很大 也很大 何况是那个 20多年前吧 是吧 那个40万美金 每人才几十块钱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围棋的话 等于说是 在世界范围内的话 因为是韩国和日本的话 等于说是体制不一样嘛 他们也市场化的话 也是开展的比较早嘛 所以说中国的话 等于跟他们接轨的话 或是那个的话 一下子有这么高的奖金的话 我想肯定别的运动项目的话 或者运动队员的话 肯定也很羡慕 是是 过去一说到这个 就是和别的队 我就想起过去在这个 这个国家队的宿舍 因为很多运动队呢 大家都生活在一起 在一栋楼里 然后呢 维棋队和其他的队呢 就怎么都有那么一点点 显得有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 就不太一样 因为维棋队的话 等于说它的训练的方式 跟别的队不太一样 比如说吧 那时候我们那个 我刚八七年进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体育管路二号 现在就是说体育总局的 办公楼嘛 对 那个等于说是 几乎中国所有的运动队的话 都在队员的话 都在里面那个住宿嘛 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三楼的话 是个篮球队 等于说在三楼的 应该是 应该是在西边吧 对在三楼西边 我记得当时 那个时候国家南栏 那些最著名的选手 什么王飞啊 孙凤武啊 对对 那些名将们 对公务民 所以就是好像不仅仅 你进了国家队 你不仅仅可以见到围棋界的高手 对对 你更可以见到中国体育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对对 包括我们三楼的话 东边的话是那个国家跳水队嘛 对 那个时候的话训练 那个我们在训练局嘛 训练局的话也是有专门的一个运动员学校 比如说我是跟高明啊 还有许燕梅嘛 许你什么 对 许燕梅的话 比如说是同一级的嘛 一起读书或什么的话 那个时候都给我的感觉就是 所有的运动队的话 好像都在这个大楼里面 全是一个大家庭 运动员全是一家的那种 但是呢 因为其他的运动队 相比之下 管理上 我觉得似乎是更严格 比如说晚上他们十点钟要熄灯睡觉 第二天几点钟要出早操 对 围棋队好像常常到了晚上 这个这个棋手啊 就开始好像兴奋了 就是开始训练了 对 会有这个落子声 落子声 的确是那个时候 围棋队的话 等于在整个训练局里面 相对来说的话 因为他项目的特性决定了 他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别的运动队的话 他要出早操 对吧 然后上午的话训练几个小时 下午中午再睡个觉 吃完饭睡个觉 然后下午几点训练 比如说他是有一个 这样一个周期性的一个 就是说计划性的东西 而围棋队的话 更多的是一种 思维 思维就是脑子的一种训练 对吧 每个特别是每个棋手的 他训练的习惯也不太一样 对 或许的话 你睡在床上 突然想到 今天下午下了一个变化 对吧 你又想把它搞懂 你现在起来吧 对吧 你肯定就一下就起来了 然后就研究这个棋 对吧 所以说有些时候真是 可能也是给训练局的 当时的领导 添了不少麻烦 对吧 别人都熄灯了 按理说的话 应该是训练局都规定 按理说是 运动员必须要 十点钟熄灯 对吧 六点钟熟 但围棋队的话 有时候往往会 如果你站在楼外的 可能会看 围棋队的那个 那个房间还亮着灯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当时我曾经在 也是当时的国家少年队 待过 那在那之前呢 我的老师 就是跟我讲 他说国家队 是靠自己的 对 你能不能 有这个自觉性 印象特别深 是 就是说 如果水平低一点的 棋手的话 或是 怎么说呢 就需要一些 教练 等于说辅助的话 一些棋手的话 他也许 更多的是靠一种安排 对吧 教练安排 所以当时在少年队的时候 一般都是最早孔祥明老师 王源老师 他们两个呢 真的就是每天很辛苦 特别是王源老师 就是把每天的训练 安排的都是特别的明晰的那种 然后要盯着训练给大家讲 其实所以就常常要找头绪 对 对 的确是 但是就是说 后来随着你年龄的增长的话 你更多的是自自我的一种体会吧 对其的一种理解的话 那么你要需要有一定的个人的时间 对吧 并不是说 早上你九点钟 必须要起来打谱了 对吧 也许你这时候脑袋是懵的 对吧 你觉得产生不了更高的效果 或是更高的效率 没有灵感 没有灵感 所以说有时候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时候我还不如休息一下 对吧 晚上的话 也许突然11点钟的话 突然间的话 早上的话 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变化 突然间的话 这路走通了 那你当时的话 人是特别兴奋的 你怎么也睡不着 那你想还不如起床的话 把这变化再搞搞透 好像以前那个 钱宇平 钱宇平九段 就是常常喜欢 半夜 突然就 就起来开始打谱了 开始训练了 所以说这个 就每个人的训练方式的话 肯定是根据他自身的情况 来决定他怎么 就是说训练 对自己有利 或者是有利于其一的提高 你喜欢 你会有这种时候吗 相对来说 起手 我当运动员的时候 觉得有这种自由度的话 当然在你有一定的 自控的情况下 这个自由度是 是有利于你的 水平的提高和发挥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自控的情况下 他反而耽误了 所以就像我老是担心的 就是说你 那个地方靠自己的 你能不能管住自己 你管得住 他就是个好地方 管不住 那就不如 这儿有人盯着你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 一个好的棋手的话 特别是一些 特别优秀到顶尖的棋手的话 他必然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强 对吧 他能控制住自己的一个 时间的一种 分配和把握 不然的话 你如果这方面很弱的话 就有可能的话 你的时间白白浪费 然后你所做的努力 或者你的用功的话 都会扶持东流 所以说很早以前 有人问 就是说那个 问曹允炫嘛 比较经典的一段 就是说 李昌浩的话 在李昌浩鼎盛的时候 就说曹允炫说 还有多少年的话 谁能打败李昌浩 曹允炫他这么说的 他说第一 除非就是说 出现一个比李昌浩 更有才能的后背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李昌浩如入总体 只要他参加的世界比赛 碰见国外的棋手 都是他赢到决赛 对吧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李昌浩自我管理失败 就自己把自己打败 除非是这样 就在两种情况 所以说 有可能就李昌浩的话 也许就不在 跑打肩上那个位置上 那一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你看 说到李昌浩 那么李昌浩呢 我们必须承认 即便到今天 李昌浩依然是世界顶尖的 这个超一流高手 对 可是呢 确实这几年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包括他自己呢 就是有了家庭以后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成绩啊 就逐渐的开始往下走了 韦刚你觉得 他是属于哪一种呢 等于说是 我想曹云浩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在 九十年代末期的那一段吧 或者是 或者是两千年 就是新世纪的那一段吧 因为那个时候 的确李昌浩逐入从天 对吧 基本上的话 所有人碰见李昌浩 都有点 按照我们的说法 有点谈 对 像那个我的老师 一辈的那个马老师 对吧 后来碰见李昌浩的话 等于说是 所以人家就说 寄生于何生亮 那时候都在这么去 就是太 太痛苦的一件事了 碰到他 然后那个 我同辈的长浩 对吧 在 应养处在福尔通 有一盘棋里面的话 机会很好的一盘 决决决决赛的时候 也没有把握住 对 也没把握住 所以说那个时候 李昌浩真是 大家都把他 像神一样 对 大家在探讨 就是说 李昌浩什么时候 能走下神坛 对 所以说 在那个背景下的话 才会就是 曹勋决老师的话 等于说 这两个回答 对 大家都 都是把李昌浩 当做一个 无一类伦比的人物 那现在的话 随着我觉得 随着十年以后的话 第一的话 年轻棋手的话 已经着张得很 着张成长了 他们先不说 李志诗 对吧 李志诗的话 他的成绩的话 有目共睹 对吧 最后的话 就在前一段 那个福尔通的 比赛中 那个韩国 九三年的棋手 朴廷环 获得了世界冠军 对吧 这也是比李昌浩 比李志诗 是更小一批的 对吧 比李志诗 都小十岁的 年轻人都做了 九三年 九零后 对 还十八岁 所以说 这个的话 等于说 是的确出现了一些 更优秀的一些后辈吧 是 那么 再回到我们刚才 说到这个 就是世界比赛 这个话题上 那九二年因为获得 个人冠军 所以九三年 就 对 有资格代表 有资格 对 有了这么一个名额 就是世界比赛 也是第一次参加 对 你还记得当时 参加比赛的一些 感受吗 因为第一次参加 世界比赛 那时候 等于因为是 我是更赛冠军 当时 我们 维基队的话 有个规则 就是说 更赛冠军 前两名的话 是参加世界比赛的 然后我是更赛冠军的话 又可以当个总资选手 对于说 是富瑞通的话 他是24个人参加 有8名是总资 然后我就 赞了一个国家 总资的一个名额 所以第一轮就不用下 对 第二轮的话 等于说 我赞成了一个对手 对手完了以后的话 那进入8强 等我下完以后 发现 好像 中国棋手 就我一个人8强 我看 第一次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世界比赛 第一次 作为总的选手 然后就进入了8强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选手来说 这是非常顺的一个比赛 而且当时我觉得能进入8强 也算是一个成绩 的确是 因为当时的话 我还有印象 就是当时说是 在8强 正好是在北京版 如果在北京的话 一个中国棋手 都没有进入8强的话 不好看 是啊 的确是 唯一一个世界比赛 然后那个 大家都这么重视 对吧 你还肩负着中国的面子 对 说是有些媒体的话 这么写 说是得了一条小裤衩回来 因为那个时候 好像马老念老的话 都参加世界比赛 他们都输了 但并不是说 因为当时的我的对手 也不是很强 相对来说 随后的话 后来在8强赞同 8强赞同的话 后来我输了 输给加藤老师 那时候 加藤老师还是 超一流 超一流 还是在神坛上 待着的人也是 对 那时候 90年代初期的时候 日本的六超 六超的话 还是怎么说呢 在中国的 无论其他 还是爱好城的心目中的话 都是很高的一个地位 没错 那么就是这个 世界比赛回来以后 好像92年 93年 94年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 冠军离尾刚稍微远了点 对 那个时候的话 第一杯赛的话 等于也不算太多 第二的话 主要是个人赛 个人赛的话 92年 说实在的 还是有 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就说 后面的发挥的话 也比较好 说实在 就是水平的话 还没达到那个 高度吧 应该是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就那个时候 可能我觉得 对年轻一辈的选手来说呢 谁都有可能去拿 这个冠军 谁都有实力 去冲击了 已经 对冲击的话 对对对 因为在我们面前的话 比如说那个 聂老 马老 刘老 曹老 这都很强 同时的话是那个 于滨和张文东的话 等于说是 也是中间嘛 对吧 中间的中间力量的话 等于说是我们是比他们 比他们 因为他们之间的话也是有高低支出 对吧 然后我们比他们还是最低的 最低的的话 还是又略低你的 对对对 又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就是说我们具备了冲击力 不拿是正常的 对拿的话 拿了就是棒了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比赛不像现在那么多 对 就有现在一些比赛的话 特别从我们小自备的话 应该是说能拿的话 那就是可以请客吃饭了 对吧 喜出望外的事 喜出望外 对对对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 出个成绩的话 那时候觉得不到245岁 不到256岁 这个 不到火候 对对 这个还年轻嘛 对吧 对对对 不像现在你说 十几岁的孩子拿冠军的话 大家认为正常 没错 那一年代的话 真的是 比如说我拿19岁 拿全国个人赛冠军的时候 说是那个 好像是 没有几个人 就是说年龄比赛小的嘛 对吧 那时候马老好像 拿过来的 马老是19 19岁应该已经拿了 已经升9段了 对对对 那我19岁嘛 在之前的话 好像是 好像是 没有比赛那个 都年龄比较大的 所以说整个的 就是说 现在我们所说的东西 跟现在的 所有的概念 都不太一样了 就是整个 好像 旗艺界的变化 和社会的变化 都是天翻地覆的 一个变化 对对对对 对吧 现在的 你说朴定环 拿世界冠军 18岁 在那个时候 是不可想象的 李昌浩 对 就是突然出现 一个李昌浩 你想马老的话 获得富士通冠军的时候 95年 95年 31岁 对 觉得就是这个时候 才是一个棋手 黄金 黄金 刚刚出成绩的时候 对吧 就是说这个 在世界的舞台上 等于说是 一展身手的时候 或者是 就是说 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对吧 我记得这个李昌浩 刚刚拿这个世界冠军的时候 就是不到16岁 其实好多棋手 那个时候 对他的棋 其实没有特别高的评价 最开始的时候 都觉得好像他有点 好像冷不丁的 这次是不是他运气好 或者怎么样的 当然你肯定是达到一定的程度了 但绝没有说高到那种程度 有些人还对此表示 很疑问 对 的确是 李昌浩的话 等于 在那个年代 所有的概念中的话 15岁的孩子 对吧 在我们那时候国家的话 也是刚刚在少年队里面 没错 新职各方面 还没有特别成熟 因此是一个少年队的队员的年龄的话 你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高度 对吧 大家普遍的话 就是说包括日本那边的 因为我们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大 对 我们这批的话 还是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多 就是大家会认为 就是说 就像以前百天融南 那个领海风向 百天融南挑战的时候 百天 22岁 23岁 23岁 就说不可能有这么年轻的名人 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它毕竟是发生了 其实就发生了 对对对 所以说李昌浩的话 那时候的话 正是不可想象 没错 这个15岁的话 然后竟然能拿世界冠军 对吧 这个只能说是以天才来论 所以你当前19岁 拿成个人冠军 那时候也是说 这个实在是 第一想不到 很有天才 很想不到 很黑马 对对对 是吧 然后那个19岁 应该已经就进入国家青年队了吧 那个时候国家青年队和青年队的话 那条线的话 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16岁的话是上员队 16岁以下 我89年的话 后来是离开了 就荣生青年队 对荣生青年队 但这条线的话始终不是很明显 为什么呢 就是说青年队跟那个成员队的训练方式是差不多的 不像上员队 上员队的话 有老师把你全都全程安排好 比如说你今天的话 要下棋 对吧 然后你要打谱 几点到几点要打谱 不行 那个时候啊 人的自律性还不够呢 所以必须得管着点 对对对 是 但是我觉得青年队和国家队就是 好像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是在待遇上 待遇上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 以前国家队那时候发 我印象特别是发建立宝 发建立宝 发建立宝 然后呢 比如说国家队如果发两箱的话 少年队可能也就半箱一箱 也就这样 对 这就是一个一个 这个这个待遇上的一个差异 对 这个待遇差异的话 也是挺容易理解的 那当然 因为就说第一的话 年长嘛 对吧 然后第二道就说 年长者或是随平高的起手 给国家做的贡献比你多 对 韦刚你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听下来都觉得 你挺顺的 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起手 在任何阶段都会碰到不顺心 不顺利的事 因为这一路走来呢 一定有很多的坎坷 在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就是说碰到一些比较 对你来说刺激性比较大的事 或者比较让你痛苦的比赛啊什么的 那时候有过吗 嗯 因为作为一个起手的话肯定嘛 那你输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是在否定你以往的一些 呃 就是说一个思考方式的话 是否正确 对吧 或许 或许你是正确的 只是没到那个时候 对吧 火候的问题 就是这个在一个自我 肯定和自我否定的一个阶段中的话 人是最煎熬最最痛苦的时候 那么呃 其实从92年拿冠军呃 一直到下一个冠军 嗯 这个期间 尾刚应该说是整整的等了三年 嗯 嗯 九九二年拿完以后的话 等于95年的话 拿一个新人王冠军 对 新人王冠军的话 那个时候的话 嗯 等于说是第二届新人王嘛 嗯 就是说 因为是上海搞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 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个人的一个 嗯 个人赞助的 日本一个友人 叫林沐峰的话 赞助的话 等于在那个时候 新人王的比赛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当时的话 比赛并不是很多 特别是有专门给年轻人搞一个比赛 没错 三十岁以下的 我记得 三十岁以下 七段以下 嗯 是吗 还是八段 八段以下 八段以下 第一届的新人王是梁伟堂 梁伟堂 梁伟堂九段 对对对 所以当时的话 这个比赛也是 大家都比较重视 对 等于后来我是95年 拿了一个新人王 新人王冠军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这个新人王的话 也许从职业的角度 从目前角度来说的话 好像不算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 在当时我觉得是很重要 对 因为 很重要 因为的确的话 是比赛少 然后大家的话 等于说是 几个高端的比赛 都是念老马老啊 那些都掌控的 那么你下面一个 的话 激烈也很 竞争也很激烈 而且后来的这个新人王比赛呢 实际上 因为他已经办成了中韩新人王的这个有对抗了 对抗性质 而且这个比赛呢 就是如果你获胜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在七段以下 你可以直升到七段 也是中国企愿对于赛事的一种奖励制度 那这个赛事也算在里边的 是 然后呢 从九五年到九七年 又是两年的时间 尾刚 尾刚也差不多两三年两三年 就会拿到一个冠军 得到九七年的时候 特别是在九七年年初来了一个开门红 对对对 这个就是后来在中国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由日本NEC公司赞助的这个NEC的一个公开赛 这个比赛呢 形势应该是在 我记得是在九五年开始的 九五年开始的 是第一届 那这个比赛呢 因为它的形势呢 就很新颖 在舞台上这边比赛 舞台上比赛 舞台上同时讲题 那么观众就可以现场的 对 看到 整个比赛的场景 是 那个比赛的话 等于说是 起手都是轮流的上场 但是唯独一两个人的话 老在场上待着 那里面有可能有虚云 是是是 这个我其实也是跟这个NEC比赛特别有缘分 当初呢去讲棋 第一次站到舞台上 就是这个第一届NEC的第一场 在北京的保力剧院 所以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就是要站在上面 第一次站的时候真的 等于下了他以后都不会走路了 紧张到那种程度 但是我想这种比赛的形式 对于当时的棋手来说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 你们这边讲棋底 还那么多观众 对棋手的影响到底大不大呀 你自己觉得呢 对棋手的影响肯定是大 因为在以往的话 等于说是围棋比赛 是在一个比较 封闭的一个环境 对吧 大家要保持一个安静 然后就说 怎么是每步棋的话 都是一个正招吧 对吧 不能有任何瑕疵或什么的话 这是体现围棋水平 计的一个标准吧 等于说突然间的话 等于说是NEC公司举办这个比赛 然后它是要求第一快棋 对 对吧 反应得快 对一分钟的 就是说那个先是保留十分钟 然后后面三十秒 这个的话相对而说 这个快棋的制度 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第二的话 等于说是 它是全程在舞台上下 因为旁边的话 就有主持人 等于说是讲记的在旁边 等于说是给大家 现场观众讲解 第二的话 下面有在舞台上的话 有许多一个 随时会有人鼓掌 会有人这个尖叫 或者笑出声音来 因为觉得好玩的话 就笑出来了 对 都是干扰 的确是 还有可能我们讲解的时候 万一 献计 是吧 献计 对我们献计 这个计也可能对棋手 而正确的 但是也有可能干扰你的思路 对 的确是 因为这个方式的话 很新颖 但是它有一种颠覆性的 一个概念在里面 对 因为跟以往的围棋比赛 概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 极大的就是说 促进了职业棋手 和爱好者之间的一个 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对 对吧 就是说以前的话 爱好者 比如说那个 可能会隔得比较远 对 或者它是从电上看见你的 对对对 对吧 以前的话 也没有网络 也没有及时的 没有同步 这是同步的 所以整个 整个氛围 气氛还是很好的 对对吧 但是对技术来说 肯定是有影响 你觉得你抗干扰能力强吗 我还行 我还行 那这个对你就很有利 如果就是我认为 如果抗干扰能力不强的骑手 可能就会吃点亏 对对对 的确是这样 这个因为 骑手下棋的时候需要注意力 相当集中 然后有一丝的一些杂音或什么的 也会打扰他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轨迹吧 对 作为职业棋手 每个人都有让自己铭心刻骨的关键棋局 这句棋或许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或是自己一生中引以为骄傲的胜利 或许是自己迷茫中重获信心的转折点 它值得让棋手珍藏心底 更值得从记忆中翻误出来 与棋迷朋友拼命赏心 棋如人生 人生如棋 明星棋局 徐盈相遇 那这个比赛呢 可以说是尾刚的 对你来说很有福的一个比赛 对 第一届的话 因为他那个NEC的话 是12个人参加这个本赛 然后他之前的话 有些其实要搞一些选拔赛 对吧 然后第一届的话 等于说是我没有选上 然后第二届的话 等于说我选上了 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当时的话 NEC 影响比较深的话 第一他那个就是说 他的一个举办方式比较新颖 然后他的举办规格很高 奖金也高 第一的话就是他出去的住宿条件 他首先是必须要在五星级饭店里面住宿 这个也颠覆了过去 这个很多的比赛的条件 从条件上来就真的明显不一样 就一下子把就是整个的话 升格了 对升格了 把棋手的一个重视程度或什么的话 因为在日本这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的话 比如说你所有的棋手出去比赛去外地的话 你都住当时最好 当地最好的宾馆 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把整个棋界的格的话升格了 对 这个是需要真金白银的 是是是 然后他所有的流程 包括是比赛前的一个开幕式 一个欢迎晚宴也是搞得很隆重 所以说把我感觉就是说是整个比赛很相当的有序 然后规格的话相当的高 一下就觉得起手 就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作为一个起手是一个 很光荣的事 对对对对 特别自豪 是 就觉得这个职业的话 就是很受人尊重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第一 第二道就是说 像徐云你前面说的 他那个奖金很高 对吧 那个时候是 冠军奖金12万 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冠军奖金 可能在当时中国国内已经是最高的了 对对对 对 然后其他的话 他的对峡费很高 你只要进入本赛的话 一盘对峡费有5000多 因为这个对峡费的话 5000多的话 跟当时其他的杯赛相比的话 这5000多相当的高 没错 对 是太高 可能很多倍了已经是这样的 是 就是说你只要进入这本赛的话 最起码一盘不赢 你可以拿5000块钱 是 所以呢 其实选手们都特别的重视这个赛事 而且进去以后 那真的是 就是尽自己最大最大的努力 要去下好这个比赛 而伟刚呢 成为其中最幸运的人之一 一直在本赛 坚持到了最后 那么在2007年的1月25号 那个舞台上 伟刚和当时也是 在中国最厉害的 这个一流高手 曹大远九段 争夺这个冠军 对 而那天 对你又是幸福的 对对对 就是说那个 的确是 就是 因为我碰见曹大远老师之前的话 等于说是 我是赢了 比赢了 比赢了 比赢了冠军 所以 所以这一关的话 能过的话 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是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请 这个伟刚来给我们介绍 他得冠的 NEC杯 对 得冠的这盘棋 这盘棋呢 是伟刚的黑棋 我觉得下高木的好像 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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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你走这个 他走这个 然后 对 又守了一个角 是 因为 他走高木的话 肯定想打破黑棋的意图 是吧 因为如果走别的话 或许黑棋 在那边的话 有什么来下法 因为 曹大元九段呢 他属于是 基本功特别扎实的 很稳健 是 关子很好 是 等于 你这样就是觉得 走一个定势 那么因为这边 守了一个角 也觉得满意了 是吗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 也是比较正常吧 没有坏的理由 然后白棋从这边挂过来 对 白棋是不是觉得 就是将来这个地方 如果不走 被黑棋拦住 将来还有打入 挺厉害的 是 如果的话 白棋走低的话 就说一路的话 也许黑棋就不从这边走了 因为他这个逼的话 变成后手了 那就说 这手机实际上 是为了强调 待会拦住 是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白棋从这边挂 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高的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特别喜欢下的高位 我觉得如果马老师他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小飞 是 很实惠吗 对 因为高位的话就是说容易产生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一些战斗的局面吧 对吧 一定要把别人引向你擅长的 对对 低位的话就是说进入一些关子的一个局面 大家都比较做着动于实地 但是这个地方就不能再被别人拦住 可以 都是很普通 确实是双方线都很稳健 这是必须要飞起来的 就如果走在这儿 那太平淡无位了是吧 整个结构的话有点 有点低 这个跟风格就没什么关系了 比如说这个的话 照薰索所说的话 这个高位和低位的话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无论 无论就是喜欢实控 还是喜欢战斗的骑士的话 当然的一手 当然的一手 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打入 你接下来在这儿 这个结构形状就漂亮得多 对对对 效率也高 是 如果还有就是说如果不打入的话 也许黑气的话可以扩张 扩张完以后的话 也许就不止围在这条线上 也许会更大一点 因为这边的话是很坚实的 因为这个虎的话 对这边围这边的空的话 也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不利于 这手机显得更有活力 对效率更高 所以现在白气打入 不能让它飞进去 对这个 这下的很轻飘飘 就有点马老师的风格感觉 对 然后呢现在黑气呢往这一走 这手机我想很容易理解 你是为了这个扳断 对对 引针做准备 是吧 对是这样 嗯 那 嗯 土东的话是正面飞一个的话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下巴 是 嗯 但是我觉得既然现在这个 如果它硬一个扳出来变得很严厉 那就一定是想这样 一定想这样 那如果你看像实战 就是说 白气必须得去防那个的话 那这个被下来是不是 觉得黑气还是挺满意的 嗯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作为 它当黑气掉的时候 白气是绝对不能在这边硬的 对吧 硬的话 然后等于说是 那个扳太严厉 太严厉了 然后这个绝对起的一个影响作用 嗯 然后尤其在快捷比赛中的话 嗯 重要的是要打破对方的意图 嗯 如果都是你都顺着对方思路去走的话 有可能就进入对方的一个 嗯 容易把控的一个局面 是啊是啊 可是我 我的感觉是 就是当我走这 你不能去硬 你只能走别的 让我靠下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黑气相对来说就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 对对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 但是具体的这个靠下来 成多大的效果 也是未知数 也是未知数 嗯 所以快气的话 有时候第一 计算力 重要 对吧 第二的话 还是需要一个果感 是 你看 现在对于曹老师来说 他觉得你这不是来 嗯 送到我 对 碗里来了吗 是 是 盘 长 嗯 盘上 就是还是有那个 对 判断 他现在大规模的来试 嗯 那周围黑气的话也没有办法 必须得跟他 对 拼着一下 是 不然的话你说单纯的淘宝或什么的话 那么你这个的话 它的毫发不出未损 对吧 而且好像离家 还有点远 有点远 嗯 嗯 所以你彻底的把它的空 给破掉 嗯 这是必须的 必须就是对白气这个反击的话 一种追究 嗯 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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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没有比如说长上面把你弄中了 然后从上面攻击的下把呢 它如果长的话 那么黑气沾上 嗯 现在等于说是白气取决于这个空被破了吗 取决于能不能把黑气封住 好像呃 你如果走别的 只要被这一拐的时候 对 这个旗形就出问题了 对 所以正常到它里再贴 对吧 那你再长 好像不太容易控制 对不太容易控制 嗯 那如果黑气能把这个空破掉的话 那么这位黑气来说还是成功的 嗯 所以看这个旗呢 搬是必须的 嗯 这个弧 嗯 对 这时候可能黑气最希望就是你退一个 退一个 对 你是如果它真退的话 你是将来留着这个吗 还是 有可能 有可能会有留着搬的打击的一个下法 但是呃 你是那是将来 如果你不走 我再走上来 那你不是什么都没走着吗 还有就是说如果 这打击不行的话 就有可能就退一个 嗯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下 也可以 为什么你爬的时候我一尝 它这个还是没法连通 哦 嗯 没法连通 它有一种办法 比如说我搬完一个 我再肩回来 哦 肩不行 肩被冲完一挤 还是不行 对 它因为这边是 嗯 有薄弱的地方 不行 嗯 就是说呃 如果搬下去不行 你觉得退一个已经可以满意了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就是说当如果这时候不虎的话 单藏这个 那北地藏 白旗是要藏这个的 是 对吧 嗯 你是不是还得 这就还得走啊 对 还得还得不断 那等于如果像那个形状 等于藏的时候 你爬这个 那么黑旗 敌手当然占据这个好行 你没有走到要点上 对 那黑旗没有不满的理由 对 像这样的 嗯 对 当然就是说也有以后的一些极端的下巴 比如说 截才有利 打截 嗯 嗯 结果 嗯 这个是 棋手的第一感动 是要打上去的 嗯 因为这个结呢 它实际上是打不起 打不起 嗯 战上 嗯 哎 你看现在这样的形状啊 可能很多 棋友说 我这样一虎 双虎 把两个段都补上 同时我这手棋 还把你的空破了 你看两边隔开 这样 嗯 满不满意呢 嗯 当然虎的话也是 可以考虑 但是虎完以后 对 白旗这边的话 好像是 影响力稍微差一点 嗯 嗯 力度不够 对 嗯 糊了一个 嗯 嗯 你最希望要 能把这个 糊在这就好了 是的 是的 因为这个是 一个棋型的要点 嗯 所以白旗 要尝这个 尝这个 嗯 如果你要接上 那就被它冲斥了 嗯 是这样吗 接上的话 它冲斥也可以 然后它顶一个也可以 它就顶住 对 哦 如果你要是再走 它就往上走 对 最重要的是 黑级的方向的话 是不能离这边太近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厚了 嗯 所以说离下去的话 要离对方后的地方 远一点的话是重要 嗯 那你离对方远的位置的话 肯定是对方比较 薄的位置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能下一步 对对对 对对 下一步的 嗯 对 然后长这个 长 这个顶 嗯 这成为双方必然的 对 这是如果你再退 我接上的就不一样了 对 如果你退的话 我沾上的话 那么 本来的话 这里应该是黑气 自己单独跑的 对吧 现在的话 等于说是成为一个 对攻的一个局面 嗯 而且黑气下面 还有已经有一只眼了 嗯 白气才反而没眼 对对对 嗯 所以白气也不能够再退 是 打吃 打上吧 嗯 挤一个 挤这个 这个是从上面吃的话 它一圆 这个气就不够了 可能这就是 你在 会计比较中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 如果计算力不够的话 嗯 或者算了 稍微的 对 大家提 千万别以为它是提 提的话 一走这个 一般一挡呢 这个里边是 有眼纱 对 有眼纱 可人家实际上是要点来着 嗯 所以说你这每步起30秒的话 你 你必须要把这些变化 全都算到 对对对 大家看到 就是这样的气 实际上让黑气差一气 嗯 如果黑气这样下的话 那么整个计划都会 对对 嗯 所以呢 这个气 走完以后 嗯 打吃 嗯 这个是不能 这也是必须要打这个 如果打这个 这个呢 接在这 对接在这 那当然如果你要能走成这样 是最最满意的 最满意的 嗯 可是 这是一厢情愿 嗯 然后你现在得接这个 对 这一管 如果接上 嗯 是一茬吗 嗯 这样气就肯定 不够了 是吧 比如说如果接上 这个气的话 好像比较勉强 哦 嗯 而且这个其实黑气也好像有点 啊 冒一些没必要的险 对对 况且的话 还有30秒的话 这里面的话你 作为黑气来说 当你看见这个觉得满意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 在最优这一下的话 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风险 对对对 你万一算错的话 有可能 哎 不错的气局的话 一下就 没错 嗯 确实时间太短了 嗯 这个读秒的催促中 别看我们平时数30秒 切数一会儿了 嗯 那在当时的时候 你这个30秒里面 你要算很多变化 是 嗯 然后呢 他 跳这个 跳这个 嗯 也是 哦 跳这个防住那个班 对 那这手机是不是就变成了 当然的一点 又是 嗯 从局后看的话 黑气是应该 先点一个 先点这个 再压 再压 嗯 这是他一个退 然后再走这个 再飞这个 嗯 真的话 整个机局的话 就是说 黑的实地还是很多的 嗯 因为本来这里 黑气是 白气的一个 应该是有一片吧 对 一片的话 然后那个 白气的实地的话 等于就是有点 被压缩了嘛 嗯 同时的话 黑气把这个 割下去了 这手 价值特别大 而且这一飞了以后呢 其实已经在限制 白气的这个后视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嗯 黑气自身也要 有 很大的 拓张的潜力 对 嗯 这应该点了 压是比较正常 那如果他要是 不硬这手棋呢 他就大不了 对 比如说在这一带呢 这个火一个本身的话 是得力的 所以木树已经退多了 然后调这个 就是说黑气那边 走完以后 依然可以抢到这边的头 嗯 对 就按正常的话 如果白气 你在对围的话 应该是白气空不够 嗯 而且这个地方 他也进不去 你走这个 他就走这个 是 圈围住 嗯 就算你很辛苦的 进去以后的话 黑气也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黑气在很厚 嗯 是的 所以那边的话是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 要点 而且我们看到 这手棋虎和他力交换的时候 白气的木树已经萎缩的 很厉害 很厉害 对对 实际上是非这个 嗯 嗯 最关键的就是 嗯 呃 时机没有把握 逃以后呢 以后走不到了 对 是吧 当时的话 我当时认为是 白几手这个 然后你再 我就飞这个 我觉得这样也够 哦 嗯 嗯 结果你没想到 他一手机在这 对 哎 大家注意这会儿 你说我现在带点 然后不正好 把他拦住吗 可是呢 机会 没有了 对 他现在一定会跳这个 是的 嗯 当然你又没有心情 跟着他硬 那肯定的 那只能就说 反击吧 嗯 单纯 其实当时的话 也没想那么激烈 就是总以为 白几会退 可是你没有想到 事情的发展 竟然是 那么可怕 嗯 我在看这盘 吉他吉普的时候 真的 我当时都很 很惊讶 突然之间出现了 一个 巨型的转换 巨转换 对 因为 嗯 怎么说呢 曹老的风格的话 是比较稳健的 其实我也没想到 他会有这样一个 那可是你现在 不能逼着曹老师 走这个 然后你接上 还是虎一个 不 这个时候沾的话 肯定不可能 对 沾这个 这时候沾已经不可能了 对吧 因为沾的话 等于说是 那现在也就是说 肯定是只能跟你打结了 对 但是第一步的话 白几打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 其实也是 我没想到 曹老师会打这个 嗯 嗯 因为曹老师的话 比较稳健嘛 就慢慢的 就是大家不用 太激烈对吧 然后不占去 那种路子 嗯 但是当你把人 欺负到 或者是逼到 这个 这个 极限的时候 他也是忍无可忍了 嗯 但我想就是 曹老师从 打这个开始的话 这后面的话 都是他 预定的 预定的一个 基本动作吧 是 你看这个 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白几在这 这个实际上是为了 做结 对 制造结餐 嗯 当然了 这其实也很损 嗯 很损 局部是很损的 嗯 他打这个 然后 提 然后打在这 打这 他必须打在这 这个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地方的 就是 黑棋提了 和被白棋吃掉 嗯 我想 应该至少差 50目以上 嗯 对 这个 差别不是一般的打 对啊 嗯 那这个地方的价值 你觉得要 比这儿大吗 还是说你当时觉得 被独秒催的 但是就这个时候的话 就说 嗯 只能看以后的变化了 嗯 对吧 如果提这个 嗯 他提这个 提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样 这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样 如果提完以后 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白棋提这时候 黑棋是没截的 没截的 就是说 这全盘找不到 任何一个截材 对吧 你无论 都哪儿都对它 没有影响 对 最佳的话 最佳只能粘这个 啊 然后它提掉 嗯 提掉 然后我们再判断一下 就是说 然后你 你可能 断这个 嗯 然后它可以打 压这个 嗯 这你就很难办了 就是你 你要是被它封住 那对 你这个的话 你战斗不见得有力 它对外面很厚 嗯 如果这个段很严厉的话 那这个结果就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比如说 这个时候 嗯 黑白棋在这里损了 其实也就是损了一手棋 一手多一点点 差不多也就一手棋 为什么以后 这冲的话 你这边还有点关子 就是 让黑棋吃了一个嘛 吃了一手嘛 但是 配在上面 上面的话 是明显 可能不止 不止一手棋 嗯 如果我们到了推力的话 它掉的时候 嗯 黑棋选择的是这个 嗯 是吧 哦 等于对 等于黑棋选择是这个 是这个 那么 白棋是要这个 嗯 嗯 黑棋在那 怎么个损法呢 对 然后大家判断一下 这样的局面好 还是实在那个局面好 哦 当然 当然 这样的白棋好了 嗯 对 对 就我说的就是 就跟前面那个转换的相比的话 转换相比的话 就是说那个 白棋已经拔了像蜂窝梅似的 白棋更厚 白棋更厚了 白棋更厚 那黑棋的话 这边的话 等于说是 嗯 收获跟那个 打吃的提掉的时候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唯一的就是说 当他吃这个 有可能将来变成 就是小一点而已 他这个 这个 对吧 对 这两个交换了 然后这两个交换 其实损的有限 因为待会儿冲还变大了 对对对 然后等于说是 白棋在这边损了一个 嗯 然后黑棋的话 让白棋这边成为一个蜂窝梅 从整个结算的话 应该是 白棋 应该是黑棋亏了 就这样的结构 嗯 本来的话 如果他没那么厚 你比如说你掉在这 说不定都可以掉 对对 可是他一厚了 你不可能离他 嗯 那个地方那么近 嗯 就虽然他再损了一手 那你那边损是更大 是是 何况当白棋掉的时候 黑棋吃这个肯定是小啊 对对对 嗯 其实你这么一分析一下 哎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嗯 这个价值的大小 对 嗯 所以对黑棋来说 那只能把那边 啊 解消了 对对对 对吧 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了 所以说同样一个打结的话 嗯 其实是可以从两种判断角度 嗯 第一种判断呢 就是说 哎 薰说的 这五十木 那边是不是价值五十木 嗯 这是一种角度 对吧 另外角度就是说 跟前面那个倒推法 就是说 手割法的话 倒推的话 你看合不合适 对 嗯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的第二种方法 对于我们来说是 更容易判断的 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 呃 木树是容易数的 比如说 黑棋如果提了 黑棋有多少木 嗯 那白棋提了 白棋获得多少木 这特容易 但是这一代 你说提了以后具体多少木 嗯 我觉得其实挺难数的 对对 但是刚才你的那种方法就是 如果你不理你吃这个 人家把它跳回来 嗯 一比较 对 就明白了 嗯 提掉 提掉 这是必然的 是 哇 这个也是很惊人啊 这个 沧海桑田 你看瞬间的 就变成这样了 嗯 但是幸亏 黑棋这儿还有一颗子啊 嗯 我觉得 还能限制白棋 嗯 但那边的话 白棋损失也很 也是很惨重的 哦 这颗子 对 嗯 然后这边的话 本来是白棋 而且这个将来也变大了 嗯 手一个 这必须的 嗯 不然这被一打入的话 白棋多 都要自己的人 自己都成为一个负担了 是 嗯 啊 那黑棋这空如何围 嗯 其实 当然这个是一个 嗯 是一个好点 对 如果普通的话 比如说白棋 再随便围一个的话 或什么的 消一个的话 这样的话 你你你你肯这样围吗 还是说你需要 这样 如果围的话 假如围住 假如围的话 就看这空有多大了 然后他 这个地方 飞一个还是在走这个 嗯 这个吧 嗯 由于这个冲 有线手这靠呢 反正也不怕 对 这样怎么样 这样那个空也不小 嗯 这你还要 是不是要担心 被他靠进来 嗯 就假如说这么补一个的话 啊 白棋 也尖一个 这个地方将来他跳完挡住 嗯 那这是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九 四十四 一四二 四三 四十四五 四十四七 四八 四九 五十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五 五六 六十六 六七六 八六 七十七 七二 七十七 七五 嗯 七六 七七 啊 七十八 七八 然后呢 七就八十五 没问题 啊 那就八十八 八十八 然后我们来看看白棋 嗯 这地方 一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加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三 二十二 五二六 七二 八九 三十三 一 三十三 三十三 五三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四一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四 四五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木棋 嗯 六十六十 六一六十二 嗯 七十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八 九八十八 一八 这样喊白棋好吗 对 刚才我们属黑棋是八十八木啊 对 谁说 所以说这个掉的时候的话 它黑棋是不能为 对对对 可能要靠一个 对 嗯 但如果就是说 如果你这边先小于路或什么的话 嗯 这个的话也能跳这个 嗯 那它靠进去呢 有没有挖滑的是 挖的话它可以打吃完从这儿打 那就说只能这个 对吧 哦 只能这个 但是你这下掉不着 哦 对 你现在走这个 它可以飞这个 对 飞这个 嗯 我的步子可以卖快一点 对 如果再这样围的话 那么跟前面是 差很多木树 对对对 嗯 黑棋也大了很多 对对 所以说 这些的话还是比较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对吧 嗯 取决于中间的话 什么怎么违法 嗯 嗯 它实战走这个 但是我觉得就是 首先这手机黑棋不可能从这儿围 黑棋一定是贴起来 那这不是岂不是给了黑棋一个 容易选择的好点 对 就说黑棋没得选 只能贴这个 对吧 所以说当初的话 是白棋应该在彻一路 嗯 在彻一路是吧 嗯 我觉得白棋刚才这手机能不能选呢 就是你走一个 走这个 嗯 走这个 我有可能走那儿吗 他走这儿我就退一个 那这样的话 小很多 这边又小很多 那如果就算这样的话 就来比 看 嗯 行不行 嗯 就这样的话 嗯 就这样比呢 这样就比较复杂 但在30秒的话 这个 白棋可能还得把这个 嗯 能不能煎一个 煎在这里 煎的话它能长 那我就贴住 嗯 反正 待会这是不是还有味道 但比当初那个小很多 比 是吧 就我们前面判断的话 对啊 对啊 嗯 可是因为刚才那样的是白棋明显好 那这个地方如果就是看谁拿到先手 我觉得拿到先手以后那个也特别 但如果白棋要为中间的话 嗯 那差不多肯定必然是黑棋先手 哦 黑棋可以长完以后挤住是不是也很舒服啊 长完以后它就一直长头就行了 哦 一直长就行了 哦 对对对 一只长就 棋就走厚了 可是我觉得实战呢 这个这个棋被黑棋贴在这儿 对 我觉得白棋不好 实战的话这个 肩冲的话好像是 不如不走外面 是吧 嗯 作为职业棋手 每个人都有让自己铭心刻骨的关键棋局 这局棋或许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或是自己一生中引你为骄傲的胜利 或许是自己迷茫中重获信心的转折点 它值得让棋手珍藏心底 更值得从记忆中翻译出来 与棋迷朋友拼名赏心 棋如人生 人生如棋 名森棋局 徐银相约 尝了一个 然后你再拐 对我拐一个好像也是问题 应该再贴吗 应该继续贴 就是说如果它往里去 你就把它搬住 它再往里去的话有风险性 首先一有风险性 第二的话它也去不了太多 因为黑棋这边的话太厚了 其实它也就像下屋子一样 对下屋子的话 这一般的话这个 因为当初的话白棋稍微轻轻掉到的话 这边自己有差不多二三十木 是吧 黑棋的话也就这一块 是 那其实我们就比这个巴掌大 还是这个巴掌大 是 也能比较出来 对 这就简单了 所以它这个黑棋应该贴 那如果白棋长的时候 你再拐的话就好很多 对 多贴这一下它木数小很多 对 你此消彼长嘛 是吧 没错 实在我先拐了一个 对 先拐了一个这个 它接上 接上 对 这个打吃你只有苦这个 只有苦 然后从这个 可是被它打一下好像它也挺舒服 对 对 关键是有后一阵在于什么呢 这走完以后 我当我后面贴的时候的话 它就不退了 它搬了 对 哦 趁它应该是趁它刚才薄的时候 欺负它 对对对 嗯 可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那它刚才 但你没有拐 你说如果贴这个的话 这种时候它有没有可能接这个呢 那接这个的话呢 对 我沾这个户这个的话 这两个我就不用交换了 对对对 刚才是被人家删了一巴掌 对 这差很多 现在它走这个你一定是长这个的 是 哦 差很多 差很多 对 所以实在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够了 我当时判断 输出点了一下 觉得在形式不错 嗯 所以可能 这个像EC比赛 更多的 有时候还是要看起手的一个直觉 平直觉的判断 因为30秒的话 不可能把所有的变化 特别是在复杂的局面下 全部算清了算透了 嗯 这是一种期的感觉了 是 嗯 结果走这个 那现在它接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对 包括你们 现记的人的话 也会帮我们判断 对 这就切记到底谁好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们在讲期的时候 最开始呢 因为没有经验 老会说 这期白期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现在这期形式 黑期好像不是太好 就会说这种话 嗯 后来呢 他们提醒我们 千万不能这样说 因为这样对骑手的干扰特别大 也有可能帮人家真的是暗示了 也有可能就像你说的 这线系可能线歪了 对 你是像着谁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拿那个大的那个 那个那个竹竿 指着那一方 比如黑期那一方 是少尾杠 指着这一方 这一方 目前形式 我们认为 经过点目 他有上面的数字 还不能说出来 对对 上面的数字是多少多少 是 然后呢 说判断这一方有利 对 或者拿一块 拿一个黑的棋子 是吧 对 这一方 这一方有利 对 这一方那个咱怎么样 那那这种话 你们有干扰吗 会不会想他在说谁呢 不 不管说谁的话 就说你说哪一方有利 或者是哪方好的话 或者什么的话 就是说总有一种感觉 对吧 对 感觉总是有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说话 其实对你们还是有影响的 你们不管怎么样 被动的也得去听 对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考验 其实我们抗那个抗干扰能力 是吧 对 对 很有意思这个方式 这个现在NEC的话 等于也停办了嘛 对吧 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说 围棋的话 有时候像那个革命的那种 拨总机吧 对吧 能到全国各地的话 等于说是跟棋手近距离交流 虽然现在以围甲联赛也是这么 但是NEC这个方式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是 我记得当时啊 这个保立保立剧院的这个赛场 真的是那个观众特别多爆满 是 是吧 你应该有印象 然后那个 即便是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对 所以你看当时是这种火爆的场面 可是到了今天 常常你在北京看到一些重大赛事 就世界比赛的这个讲解现场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去看了 对 很多人觉得 我在网上看啊 很方便啊 甚至于有的时候 网上可能还有一些视频的解说呀什么的 那不是很方便吗 所以你看就像这个比赛当初对棋手那么重要的赛事 后来随着赛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这个比赛的模式呢 也变得不是那么的新鲜了 对 但是说一个赛事的话 比如说在十几年前的话 有它一个强大的生命力 对吧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和科技手段的发展那个进步的话 等于说是它也需要有一种与时俱进吧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NEC的这个整个赛事或是整个方式的话 还是还是不错 不错的话就是说有许多的话 当然就是后来是因为冲冲原因停办了嘛 我觉得就说如果他现在还办了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你要特别感谢他 他成就了你两届冠军呢 你想你还有印象吗 就是说那个李光碑 是吧 他那个决赛的时候 其实奇迷也很多 对对对 对吧 他然后那个 等于说是葛优也参加了嘛 对吧 就是整个的话 还是虽然现在有网络 但是奇迷和奇迷 那个等于说是选手之间的话 也是需要有互动的 对 但是因为李光碑他不一样 主要是大伙去看葛优 大家爱葛优嘛 能够近距离的见到他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 确实也还是需要一些明星效应 对对对 实际上说起来呢 这个喜欢围棋的明星很多 确实在很多场合下 由于他们的到来 我觉得呢 也是给围棋天光加彩的事 对对 使围棋的话更加受人关注吧 是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奇盘上 现在呢 就是冲完以后 这三桌子 断这个 断这个倒是当时的好奇 那么断完之后 其实就不打算再吃那个了 因为的话 你断完以后 当白旗沾完这个时候 黑蟹也是可以跳出来的 你冲我这个打吃 对对对 如果不断的话 白旗沾的时候再断 它就退了 那这个口就被封住了 插个头 所以这个断是一步好奇 断完以后 可以贴这个 是 但是这个时候就像伟刚说的 白旗现在是斑了 这个差不少 差不少 连斑了 是 现在白旗厚多了 现在这个 就是经过这一轮的 这个变化之后 你当时对形式的判断怎么样 当时觉得差不多 还是差不多 但是就说 你说比较细的话 我也不敢说 为什么这样的话 虚空太多 也点不清 到底比如说 黑旗好几目 或者什么样 就是凭种感觉 只能找那个 你认为最大的下 对 实际上的话 我虎这个 对 要不然它就 要不然它有个靠 它别的我倒不担心 可是它 它肩这个的话 那你就肩这个 对 对 这靠是好奇 靠你只能搬 它就长 很长 这边的话 有可能漏了 还要继续靠 有可能再 全漏了 是 你搬起来 人家一把沾 已经小很多了 是 而且是白旗的先手 所以要把这个护起来 实际上它搬了这个 对 那那个党 被白旗抢到了 对 但最后看的话 好像它党的话 应该搬这个 这个搬好像巨大 我们来判断一下 看看啊 哪怕打完都没关系 是吧 如果要搬这个的话 还是说不要交换这个 那就无所谓了 将来留着力 对 就无所谓是吧 那直接把这个搬 搬的话可能 你如果黑旗印的话 那么白旗印 对 如果你爬那个的话 这个本身 因为爬的话 也就是最多16亩 这个我一常问的话 这个跟都不太一样 对 还有飞进去 嗯 是啊 如果这样的话 哦 确实是 如果我们看到后来的结果 就知道 被黑旗抢以后 后来差很多目 这句话 差很多目 嗯 这有可能搬过去的话 有可能是 还是挺厚的 对 有可能白旗还不错 嗯 而且 就像你刚才 刚开始介绍的 曹大元九段 它的棺子本身 嗯 就是很出色的 对 对 实际上它挡了一个这个 先搬了一个 嗯 接着 嗯 把它打拔掉 嗯 然后护这个 嗯 哦 它没想到这 护了一后手 对 我估计它可能以为 你是不是要走一个 还是说要走这个 对对对 有可能是 然后它在班主 那两边都走着了 乐胜 那肯定乐胜 乐胜 嗯 但是它没想到 你抢了一步 对 我先打吃了一个 哦 打吃 对 嗯 然后 抢了一个 抢了一个 嗯 它护这个 哦 就是说现在如果 如果它要是走这个 嗯 你就退这个 是吧 对 如果要走这个 背一虎 一虎的话 然后它这个力是先手 哦 那出事了 嗯 就那边的话 有可能收关的话 这个一加的话 是 大家注意这冲完以后 这个力是绝间 这里边要点死 对 那那个木树 再被先手吃要太大 嗯 是 但是黑棋可以单退 一个是好棋 对 单退一个可以做 嗯 也许 曹九段认为 就是说 嗯 没想到我拖先吧 嗯 啊 对对对 这出乎它的意料 这果是 可以搬成这个 弃三个 因为这三个 只是一个木树关系 哎 那你说 如果这样的话 相比这个关子 和这个班的关子 哪个大呢 好 后来我 查看了一下 当时的一个 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 这样的棋谱 天地上都登了 有解说 有解说的话 后来我翻阅了一下 以前的那个 记录的话 好像是 当时我自然解说的话 说是应该 如果搬 嗯 搬这个好 再退 嗯 将来那个里边是 一二三四木齐 四木齐 嗯 四木齐 但这里的话 已经有 一二三四 七木 这个木树本身 已经比 这个关子要大 而且这还是 呃 你虎啊 黑棋班 你还要花一首棋啊 对 再去吃三颗子啊 对 铜蒜的话 应该是 应该这个关子 比那个关子好 铜蒜的话 哦 嗯 就是还是应该走这个 然后再比如 把那些子什么 接回来 什么的 是吧 是 是这样一个概念 嗯 走这个 嗯 这样 那先应该接那个 接那个最大了 呃 这里先走了一个 对对对 嗯 嗯 靠了一个 靠这个 嗯 加了一个 对 再加住 嗯 对 然后再 跟最大的关子 对 然后挂进去 是 哦 你看这一下 刚才这一般吧 这全是木树 嗯 是 而且白棋的两颗子 气还紧 对 黑棋的两个子的话 啊 黑棋两个子 气还紧 气紧 嗯 最重要的是 有可能以后 这个被沾回来的话 白棋这边还得 再缩回去 有可能缩两手 有可能是吧 按后来其实就是两手 对 嗯 是沾的话 应该是顶这个 嗯 对 但是他顶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不是又没有注意到 你又把这两颗子 接回来 这便宜吗 走这个 如果你单纯的话 吃这个 是吧 他可以不走 他什么都不走 又能怎么样 因为我是觉得他走这个的时候吧 正好被你把这两颗子就直接接回来了 嗯 如果他什么都不走 那他嘴里不是还含着吃这个的可能性吗 那样不好一点吗 如果这个子的话 就是说 有子的话 跟这边没关系的话 那么 白棋这个木树是便宜的 哦 嗯 可是这边毕竟没子 对对对 所以说保留的话也是 也是有必要的嘛 因为我在看这半棋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 嗯 如果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 他的最好的收官手段在哪 嗯 好像对白棋没有太多影响 我觉得 对对 是 这个办法是正确的 嗯 可能也是因为快棋的缘故 嗯 快棋的话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细节在于就是说 嗯 抗打击能力很重要 比如说吧 你前一步的话 突然就看错了 嗯 对吧 有些的时候你就会收不住手 恶手连发 要能及时调整心态是吧 对对对 那看起来我觉得 刚才你是的抗打击 第一 这个地方白棋没想到走了一后手 被黑棋长 是是 第二呢 白棋走了这个被黑棋搬到这儿呢 也可能他回过头来想 哎呦 我还又亏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也很微妙 这个 常常啊 我们这个 冷静下来 会听起手说 我当时就心情大恶 嗯 对 然后恶手连发 恶手连发 嗯 心情大恶跟恶手连发的话是连贯的 对对对 就是不冷静了以后 常常就就就就马上那个 如山倒 对 兵败如山倒 嗯 所以说 其实的话 嗯 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在一些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骑手 嗯 各行各业的 我觉得都需要一个控制情绪的能力 特别是刚才伟刚说 就当你受到打击以后 嗯嗯嗯 你如何能尽快地调整自己 有的人可能就调整不了了 对对对 你给他多长时间他也调整不了了 是是 然后破冠破摔 是吧 是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关键走完以后啊 白旗 沾上 对白旗沾这个 嗯 他沾这个 对 他如果拐进去呢 拐进去的话 黑旗可以双这个 双这个 嗯 那我接上 嗯 双这个 你看这索尔子 全像活了一样 嗯嗯 动起来了 是 这个 嗯 他一接在这 大家看到 嗯 这个吃 是 嗯 所以我们常常说 围旗的籽 只要它尚有一口气存在 哪怕目前被对方是吃死的状态 嗯 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又能发挥作用了 对 他有死灰复燃的一天 是啊 嗯 这全都用上了 对 除非从棋盘上拿走 对 嗯 实际上这个的话肯定是白旗也烧亏吧 这个交换 没必要 反正我觉得他先手弄回来了 没必要 嗯 嗯 嗯 然后搬这个 嗯 这是最大的关子了 黑旗把这个结上 这个也巨大无比啊 因为接完以后的话 一这个白旗要 以后得往回收 是 第二的话这个有个粘的话 这可以搬进来 哦 本来单搬的话 它拐一个你进不去 哦 这个断 嗯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现在不一样了 嗯 搬这个 嗯 先 然后黑旗跳这个 嗯 嗯 后来我看我那个自然解说的话 就是说 这时候 这个是白旗 白旗靠这个 哦 这是白旗啊 嗯 这个的话 为什么呢 还是应该沾这个 单接 单接 单接的话 黑旗 嗯 黑旗会不会也从 如果黑旗还是按照实战这个下法的话 啊 那白的这样走几个的话 有可能 白的还 还不错 有可能 就不知道黑的话 能不能更加深入一点 哦 嗯 比如这种地方 嗯 有可能 因为 在这的话 人家跳了 我觉得好像 嗯 没有什么特了不起的 是的 同时还要关注一点 就是说 这个八木 现在是排上最大的 对排上最大的 然后黑旗的话 怎么那个 定下行动 把这个抢招 也是关键 就黑旗一定要先手在这 嗯 对 定型 嗯 胜负取决于这中间的话能为多少 然后先后手的问题 你看实战嘛 实战的话这个 一 我先断了 哦 大家看到其实吃下来这颗紫之后 这增加不仅两目 这还有一目 一目三目 这是三目起了 对对对三目 一二三四目起了 然后关键是 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软的话 这里必然会多一目 五目 五目 而且如果我接上 我这可能还有一目 对对对 这一靠一下就已经五六目没了 嗯 就白旗先投资了五六目 完了以后的话 最终我挑这个的时候 他还是不敢挑 还是只能只能在这条线上的话 那白旗可能 对 差很多呀 刚才其实也不过就这样 对也只不过在这条线上 嗯 你看五六目 那个呃 当时97年的话是贴 五目半 五目半 二有四分之三 你看一个贴木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说这个这个差了很多 嗯 继续往里走 嗯 等于最后一下的话 就决定了胜负 嗯 嗯 但这时候的话 可以抢这个的话 肯定更乐胜了 但是他你担心被他冲吗 这个 不会死 那你为什么不抢这个呢 当时我认为 这一串便宜已经够大的了 所以说 就是已经够了 嗯 已经够了 哦 嗯 加到就是说我沾完以后的话 以后这边有个关子好手 我当时也看见了 断吗 后来我事先断这个 便宜点 哦 嗯 所以你现在就想把七手的厚 对对 就可以了 那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我基本上的话 这些要因 哦 已经看到胜利的鼠方了 嗯 嗯 嗯 这是他最大的一点 嗯 然后现在断了一点 嗯 这断的话是一个关子好手 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能吃这个 他如果吃这个 他如果把你吃进来呢 现在的话 你就吃这个 对 然后呢 他如果这个 这个 这个 哦 你还必须要打 必须打啊 嗯 哦 现在联络成问题了 对联络的话 最关键他走这个的时候 你这个接线 你搬 对对 因为这个打是线手的话 这边又又 哦 所以你看这旗行一步好啊 到处都是毛病 如果就算这样的话 就实在不行了 我打这个也行 如果这边的话 联络没关系 因为打这个木手也 也便宜了 也便宜了 嗯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冲是线手 冲是线手 不所谓 嗯 所以实际上他只能拐吃 又被你白便宜了 让我拐一个这个 哦 先断完 再拐这个 你看你先拐了以后 这个断就一辈子断了 对 断的话你就没没法便宜了 嗯 对 所以要先断这个 对 等他吃在这再拐那一下 对 是这样的 断 打吃 拐一个 嗯 这是一个特别的次 嗯 然后再把这个搬粘 嗯 嗯 这个时候已经斑粘是最大的了吗 斑粘也是考验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很大 如果单单纯从木树上的角度来说一定是斑 这个比这个斑粘大是吧 嗯 斑粘的话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斑粘完以后 嗯 再考验白鞋是补在哪里 就是白鞋让不让你走完这个 先手再打一下是吗 对对对 这个先手打的话 那如果白鞋走在这呢 因为这个先手打的话 比如说这打吃 打吃 嗯 打吃 然后这个败打 这一场败打 嗯 这是一个先手一目两目 然后再把这走了 三目的关子 再把这走了 嗯 这个走不走 关系不大 就是说这是一个先手三目的关子 哦 先手三目的关子的话等于后手六目 哦 对对吧 后手六目的一个价值的话 就是看看 如果看一下全盘的话 有没有比较更大的 嗯 其实好像没有了 没有的话那么白鞋只能占这个 哦 哦 对吧 那如果六目的话 这个地方是没有六目的 没有六目 但是就是说你沾到这个时候 黑鞋再长这个的话 又再考验你一下 哎 将来这个地方又有打完以后 这样的手段 对对对 哦 我觉得你输了半天 曹老师关子好 可是这盘点我看你的关子 发挥的更出色 那关子的话是整体嘛 我只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下 发挥的还行 为什么呢 当你如果单走这个的时候 嗯 你再搬沾 它宁愿是补一个的 哦 对 它是要补一个的 对 所以无论补到哪个哪个位置 从最补一个 它也可以补在这儿 对对对对 但脖子目的是准 没有补助 没有补助 对对对 补在这儿 脖子的话也许关子也好一点 嗯 对吧 所以它当没有长的时候 它是不太可能脖子的 啊 没错 对 这等于被你白 等于洗手斑针了 按道理这应该是后手的 对 这就是起手的一个 那个文奇术语叫做适应手 哇 你看啊 技术上的考验 实际上那是考验着你的心理 嗯 但是它走这个 嗯 然后就一长 嗯 我记录了一个这个 加了这个 我觉得这种可能越下感觉越好 嗯 对对对 越下越得意 嗯 嗯 然后它是把这边收了一下 嗯 嗯 现在一个这个 对 这个这个都没关系 嗯 这个都是打浆 对 这个 对 然后它把这个捏充 嗯 这个从木树的角度来说也不便宜 但是将来这包马上就 对 它后来自补了一个 它就马上就自补了 对 要不然已经出事了嘛 嗯 嗯 然后我把这个收了 嗯 这盘子 嗯 各种的小关子的搜刮 再挤一下 对 嗯 就关子好坏的话 并不说只是一盘期的关子好坏 就说 嗯 一个长期的 嗯 这盘子的话后面的这些小的地方的话 嗯 还是下的比较 比较细吧 是 确实很细 然后把那个剪了 这个 嗯 挡住 嗯 是吧 这不需要挡 不然的话这个线有凉 对对对 把这走了 对 再沾上 把它挡了 把这猴了 嗯 现在 这期就基本上其实 嗯 嗯 在节节后退吧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地方以为是先手 结果走了一后手 这个地方又以为比较严厉 没想到其实和黑系交换又亏了 对对 然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这个情绪 嗯 嗯 嗯 踩在这个奖杯上面啊 飘着 对 往两边一甩 是是 也许后来的 开具玩笑的话的话 也都挂满了 没地方挂了 也许他就停满了 比赛就停满了 哈哈哈 这是个玩笑话 嗯 确实是这些比赛呢 嗯 对于提高 整个中国选手的实力 嗯 就是特别是给年轻起手 对 提供了 施展 才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同时像高手学习的一个机会 对对 还有呢 展示自己 嗯 实力 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同时到NEC的话 也是 等于说一下子大幅度提高了冠军奖金的一个比赛 就是说 成为一个标杆了嘛 对吧 以后要办比赛的话 大概都是 这样一个冠军奖金的一个规模来办的话 要是太低了就觉得 哎呀这个已经太少了 嗯 对 什么都需要有比较嘛 对吧 所以说NEC的话 嗯 我觉得在这方面对中国为奇的话 特别是提高棋手的待遇的话 嗯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吧 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啊 就是提高待遇呢 我们不能单纯的从经济上去考虑这个事 嗯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就认为呢 实际上是 啊 骑手地位和受人重视程度 这样的一个提升 我记得特别早以前 嗯 就是真的是听这个前辈们说过很多次 我想伟告你也一定听过 嗯 就是那时候一说起来 那很多男骑手啊 人介绍对象 人家一说是下围棋的 嗯 就是这下棋打破了他能养活人吗 嗯 都是在开这样的一个一个玩笑 对 在收入的收入的高低的话 其实也在衡量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 对吧 如果输高的话 或什么的话 就显得哎这个行业的话 等于说很有朝气 对吧 很吸引人 对吧 待遇很高嘛 是 所以说我想围棋棋手 特别是顶尖棋手的待遇高的话 我觉得围棋整个事业的普及啊 推动还是很有力的 没错没错 嗯 好 今天这盘棋呢 我觉得是下的特别的精彩 而且伟刚给我们讲解的非常的细致哈 呃 不知道对各位棋友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大的帮助和收获 呃 不管怎么样 我们特别感谢伟刚 也谢谢各位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